辽宁纳兰同意出售怪轮 网上爆出具体价格 两支球队有望拿下怪轮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决定局 决定局呢咱们聊到9点 在视频的开头 希望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点个赞和关注 好了我们扬出转 中国纳兰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而对于现在的杜峰来说 也是取得了开门红 如今中国纳兰已经是返回格罗内了 进行隔离 而在社交媒体上 徐杰更是爆出自己在隔离的时候 仍然是在坚持锻炼 为了保持住自己的身体状态 而对于现在的过外人来说呢 仍然是无法与辽宁男达成和解 据悉在9月中旬 辽宁男将最终公布 过外人的最终气象 很有可能呢将会离队 也有可能呢会留在辽宁男 但是根据目前辽宁男的情况来说 辽宁男可能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能够让郭爱伦留队 根据洋溢的爆料 有人说花了一个亿想要买下郭爱伦 后来又谈到说是6000万 而根据现在网上爆料呢 郭爱伦的资金已经是下降到了 3500万的转回费 对于现在的两大球队来说 一个是首刚男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北控男 据于呢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有希望能够拿下郭爱伦的 而且3500万的价格真不贵 要知道高世炎加盟山东的篮还出手了2500万 所以呢现在球迷表示 郭爱伦两大下架基本上是确定了 那就是北控男篮和首刚男篮 3500万的价格呢是真不贵 去年林初豪一年的工资就是2000万 辽云南休赛期对于阵容升级工作 让人呢是非常的吃惊 朱镕镇孙魏刘志轩等球员相继离队 而更糟糕的是 球队核心后卫的关键呢 也是向管理层提出了交易的申请 而幸运的是在关键去向未定的情况下 张震霖选择重返辽云南 新赛季呢继续代表球队征战CBA比赛 在张震霖确定回归之后 辽云南新赛季阵容基本确定 封线阵容实力远超广东宏远 外援阵容呢没有变化 张冠重呢只差怪伦 而上赛季辽云南呢 依旧是靠福格和穆兰德的默契配合 齐鸿松得得对视上第二座总冠军 从数据方面来看 福格和穆兰德的发挥很一般 但辽云南呢并不看重外援的数据发挥 更需要他们能够按照教练组的部署 去执行战术 穆兰德在季后赛被扬名成功激活 福格在后场也给双子星减轻了一些压力 这就很好达成了教练组的预期 福格和穆兰德呢也在社交呢 媒体表态会尽快与球队进行会合 而新赛季辽云南双外援阵容不变 也非常有利于球队的冲击总冠军 那么大家怎么看问题呢 希望大家点击关注我的缴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谢谢大家